大家早安 今天晚上就是除夕夜了 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 而今天过年也有一个好天气 相对于昨天来说 今天的温度普遍来说 都是回温当中了 北部地区我们可以看到 温度会慢慢回升 大约到20到22度的高温 而中南部温度又更高了 中部地区25度 南部则是27度 至于东部地区 也有来到21到23度的高温 所以普遍来说 今天全台湾的温度 都还算是蛮稳定的 降雨方面也是相对于 昨天来说是比较缩小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主要还是迎风面的地方 包含北部还有东半部 已经恒春半岛 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不过这个雨都不会下得太久 而一路到明天的时候 雨区又再缩小了 也就是只有剩下东北部 还有恒春半岛 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了 不过其他地方包含中南部 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而这样子的好天气 会一路延续到明天 也就是初一 甚至温度可以看到 都会是慢慢的逐渐回温当中了 所以大家也要把握好 除夕还有初一的好天气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初二开始 就有冷空气要南下了 而且这一波是有达到了寒流等级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初二开始下半天 温度就会明显的下降 最冷的时间点就落在了 初三的晚间到初四的清晨 北部地区可能会只有下探到清晨的时候 只有下探到八到十度 而中南部对于这波寒流 也依旧是非常有感的 温度大约是只有十一到十三度 甚至空旷地区可能清晨的时候 还会下探只剩下六度 而战雨方面 其实在初二到初四的时候 其实迎风面也是有水气的 主要就是风面通过 所以其实在北部的高山气象局 也有讲到不排除是可以在过年的时候追雪的 但是中南部由于空气是比较偏干的 所以追雪的几率是比较低 也要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初二要回娘家的话 其实都要特别注意这个温度的变化 以上就是这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婷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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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